我问问 就是两位 处了十一年了是吧 对 你们之前有过婚姻吗 都有婚姻 有孩子吗 有孩子 孩子都大了吗 大了 你们在一起 孩子们都知道吗 孩子知道 他们怎么看呢 孩子也挺理解的 那就没啥阻力 你们俩为什么没领证啊 十一年下来 你想领证 不要紧 领证啊 咱几次喝饭喝水 都可以可以办 一张子是四 说今天下去 去领证都能办 但是呢 你现在这个表现 让我感觉 我还在考虑 不太敢去 结束 我这一爱打扮 我将来后半生 前半生 我拼死拼活 那我后半生 有没有保证啊 你整天在外面呢 喝酒啊 喝得五米三刀的 你来一下了 一天的话 唠唠叨叨叨叨 早事 一天后扩张大仗 那我心里不发 不发气啊 不发闷啊 你记住什么呢 那我是天天不死吗 有没有用你管呢 这个家呢 哪样不得我管呢 我给钱拿了一家 那你花就得了呗 什么事都我做了 那要你干嘛 你光知道挣钱 家里一切都不管了 什么东西 那不是你是整天没 那你就成天饱了吗 我吃点菜喝点酒 我和朋友聚一聚 那这不太正常了吗 我 你和朋友聚 你和朋友聚 整天晚上五六八夜回来呀 我知道你是在外面干什么呢 你是有心化呢 是怕我花钱 我为了你怎么 这个家玩 花钱花多了 你现在是外面有心化的 要你不能这样 怕我花钱 你就是这样的人 解释那是你个人想法 这个过去是不是 按他的说法是 这两年他消停了 在家里了是吧 对对对 过去是不是晚上 他的应酬多 你的少啊 对对对 是吗 他根本就不在家 你不准理这个家里 你承认啊 去过去呢 我基本上不做家 一年当中啊 在家里可能又是两三个月 因为全跑外吧 做东西嘛 就近两年我什么不干了 在家里啊 可能就是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因为过去的相处模式 大概更像是激情约会 是吧 一年有那么两三个月 在一起 现在真的踏实下来 又不知道两个 各自有过历史的人 各自有性格 和自己交往圈子的人 怎么去相处 对对 又怕对方跑了 又不知道怎么留下来 就用各自的方式 刺对方 对吧 他就是续到你 对 你就是跟朋友去 喝个酒 跳个舞 是吧 所以钱的问题 陆陆续续的各种问题 扑面而来 对吧 对 那怎么办呢 老师们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看这个 大哥大姐的事啊 像个反转剧 在一起十一年了 三年前 大哥老在外面 对吧 大姐是没有安全感 一心扑在家里头 结果见不着 男朋友的面啊 因为大哥 你老不在家 给他关快一定很少 所以他必须得要有 自己的社交圈子 有自己的存在的价值 所以他爱上了 应该是跳舞唱歌 所以呢 三年前开始 你们俩就反转了 您在家里了 一周也就出去一两回 但大姐反而次数多了 对吧 大姐 所以呢 其实 对啊 其实大姐多不容易 为家里付出 至少得八年左右啊 那是他极度的不安全感 现在让你也尝一尝 这种不安全感 所以啊 大姐 你现在也能感受到 大哥的那份心吧 因为现在的大哥的感受 就是曾经你的感受啊 感同身受 所以解决你问题 其实特别简单 因为都曾经有过 类似的感受 现在或多或少 是让对方感受 自己当时吃过的苦 所以啊 大姐 真想跟大哥领证吗 真想在一起过日子吗 也想 应该怎么做 大姐 你应该很清楚 作为小弟的 就想看你们能够幸福 其实很简单 两个人一起出去 多多个弯 不比你那些跳舞啊 来得更实在更幸福 而更能长久 好 谢谢 关老师 两位都比我年龄大啊 但是我还是得说 我想先说说这位先生 前八年 你因为不能长相厮守 所以让这个女人 自个儿能乐呵 自个儿能够寻开心 自个儿能够照顾自己 等你回来的时候 她又漂漂亮亮的 能满足你的虚荣心 小弟的女人 等我过来说这位先生 有什么事 我都不想看你 让这个女人 小弟的女人 在你身边 做什么事 是小弟的女人 我都不想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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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